武安 不然我有一個很隱憂的問題 根據我們衛福部101年 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的 這個調查的結果 那國小過重肥胖的比例是28.6% 國中學生是27% 另外根據我們交易部的資料 每四個兒童就有一個屬於 比較過重的這樣肥胖的 差不多是這樣 25%左右 那我不曉得 你要怎麼來解決這些學生健康的問題 我想其實健康的問題有很多環節 還有眼睛 蛀牙或這些相關 不過今天特別委員談的是肥胖的過重的問題 我想這樣子 我們當然其實從健康教育這邊 事實上讓小孩比較知道 這些相關的知識性的這些可以取得 另外就是說在學校的合作社相關賣的飲品 或相關這些東西 我們也會做一些處理 希望說他們還微談或無談的 這一些飲料維持 像元季的這樣了解之後 好像不是只有說 我們現在目前的話 我們學校福利社在這個部分 我們都已經嚴格的在做把關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近幾年來 我們像我們的智慧手機平板電腦 這麼一直在發達 學生就沉迷在這個遊戲的環境 那我們要怎麼來去 我們在我的認為 我們要怎麼讓我們這些兒童過胖的 這些問題 我們可以把它剪下來 不要讓它一直在增加 那您這樣 你要怎麼去幫忙 其實除了剛剛這樣講 從知識的角度讓他知道相關的這一些 該注意的一些知識以外 另外事實上 體育課或這些的發展 也都是關鍵的 我們至少在國民體育法的通過之後 每個學校其實要增加150分鐘的體育相關的過程 這方面多做一些適當的安排 也讓他其實有機會在體重的維持上 有一些適當的一些情況 那我們目前有沒有數據說 這個回胖的話 跟他玩電腦 跟他玩電動玩具 跟他玩手機 這樣有沒有相關聯的 這樣一個數據 目前有沒有這樣一個數據 我相信是應該會有關係的 可是實際的統計分析是沒有的 我想我們會去進一步的了解 就是說使用電腦的這種 使用3C產品的這樣子的情況 那我想其實不只是對體重 可能對眼睛 對他各方面可能都有 都需要來做一些努力 那另外就是說剛才講的 要改善這些情況的話 除了體育以外 我們也推動戶外教育 我們現在開始有戶外教育聯盟 戶外教育全面的推動 讓他去博物館 那戶外教育到底有沒有在執行 目前我們在學校的教育課程 有沒有 運動課程有沒有實質的在執行 運動的課程現在就是說 因為剛剛通過 我們也 我們最近在上次的局處長會議裡面 也全面的請各個教育局處 能夠來做規劃 每個學校150分鐘的 每個禮拜的extra 外加的體育活動的課程 這個現在都在規劃 正在進行中間 就是規劃中還沒有在執行 因為他剛剛才通過 那理論上當然這學期就該做了 可是總是你要加150分鐘 可能還是需要一段時間的努力 那這個實際上我們持續的會關注這件事情 那事實上我的小朋友我也問他說 他說他們好像有增加一小部分 還沒有增加到150分鐘了 有一些作為了 那另外當然健康促進的 整個計劃的這個推動 就是說從知識 從各方面去做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全面性的一個努力 不然我們每年健保要花300億的在這個藥物 山高的這個藥物的上面 所以根據這個數據的顯示 如果說他繼續回胖 一直沒有減下來的話 他到長大 他到成年 少年 成年 中年 他這個部分的話 他根本就胖不下來了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就瘦不下來了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就導致於 他糖尿病的這樣的一個產生 所以這樣以後變成一個胖大人 你在這個部分的話 你有沒有辦法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說 及早來解決這些問題 是 我想這個肥胖或者體重過重的問題 其實如果累積下去是越來越嚴重了 所以說怎麼樣透過健康教育 透過體能力的培養 透過戶外教育 透過我們健康促進計畫 從這一些面向上 我相信大概都應該去做努力 應該它是一個比較全面性的 我剛剛講 其實從健康的角度來看 也包含了近視的問題 我們事實上有三分之二的學生 是國中畢業以後 超過三分之二是近視的 有兩眼 至少有一眼不到0.9 所以這一些都應該是一個比較全面性的 我今天是跟你講說 胖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這個跟吃也非常非常的有關係 那父母的這個部分 學校營養午餐 因為大部分的話 學生都在學校吃營養午餐 在營養午餐的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們這個要 因為吃還是用教育嘛 你剛剛說健康教育嘛 教育在管理的話 我們有沒有學校有沒有這個營養師 在分配他這個營養的後照呢 有配置影響師的 營養師的這樣一個配置嗎 有 那現在目前他們吃的話是 比如說我們都是中央空主調配出來的 中央空主調配出來的這個部分 你有沒有在檢視說 他們吃了這樣的營養的這樣一個數量 那你平常有沒有在做這樣一個抽鹼 其實有 我們有定期的仿視啦 就是縣市政府針對學校每年會抽一定比例的去仿視 他的這個整個營養午餐的施作的所有相關的情況 這個是持續做的 那我自己其實到不同學校去的時候 也會去徵詢一下這方面的意見 那其實針對就是說每一天吸收的各種 不管是蛋白質各方面 其實它事實上是有一個規劃的 尤其是在學校的廚房 這個大概都是一個全面性的規劃 從團散的那些部分的話 其實也有做處理 可是那部分可能還要做進一步的加強就是了 我們大概80%可能已經是在這個中央 就是學校的廚房或者共用廚房的概念來做 調配這個膳食 中央控制在調配膳食 您是最好80% 那你已經很好掌握這樣一個數據了 很好掌握說你在這個部分的話 有沒有說他們針對這樣吃的話 飲食的吸收的這些營養的部分 這個其實應該都是有規劃的啦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在這個團散或者用外包的這些去作為的時候 相信他們 我也知道說這個是不是 因為團散的這個部分 我不是只以團散的這個部分 我是希望我們也要給他規範一個 對他們吃的話 要健康 像我們在醫院裡面都有營養師在調配 這些營養的這樣一個概念 那營養師在調配這營養的概念 那我們也可以來請益他們 如果說學校的營養師在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沒有及時的注意到 那我們也在及時來請教我們的衛福部的營養師 進駐在醫院裡面的 我們也可以一直來討論這樣的他們 邀請他們共同來討論這樣的一個議題 這個議題本來就是 衛福部跟我們一起來做努力的 就是說我們的發展的怎麼去做 怎麼去做改善 這個確實是跨部會來做的一個努力 那剛才講到就是說從他的態度 因為這個確實也跟家庭教育可能也有關係 家庭教育當然也是教育部的事情 跟家長怎麼看待小孩的飲食 其實它是一個全面的 營養午餐是一個環節 可是怎麼樣在學校的教育裡面 讓小孩其實在吃零食或吃這些東西的時候 可以比較相對的比較節制一點 這個可能也需要一些努力 這個是一個態度的一個改變或什麼 所以它是一個中整的 營養午餐是一個環節 運動是一個環節 那這個家庭教育裡面家長跟小孩之間的這個互動 其實這一塊可能也要做一些努力 部長 因為我們每一年每一年都有這個數據 可以讓你們做參考 所以你在這個參考中間 你要發現這個問題這個環節出在哪邊 要不然我們整個營養午餐是用那個 整個是用那個你說80%是中央空廚 是用學校的廚房或者共用廚房的概念 如果說中央空廚的話 這部分沒辦法把關好的話 那我們是用回歸給他自己在那個學校裡面 就設營養午餐 其實我想這位員 可能小孩過重的情況 大概不是營養午餐造成的 至少我可以這樣說 大概因為他們對於 我們現在比較合理的懷疑 就是因為團體這樣一個環境 吸收的熱量各方面 其實在營養午餐這個環節上 我相信不是主要的原因 而是說他可能在飲食的習慣上面 是不是去吃哪一些特殊的 可能讓他熱量比較高的 或者這些或者比較甜的這些東西 可能這個是一個我們必須來關注 那像這個這樣的話 如果說你不是說營養午餐造成的 那你可以隨時的這樣做抽樣檢查 早上吃哪一個食物的 這樣的一個比較多的這樣一個數劑 早上比如說他都吃漢堡 或者是吃那個 他是在家裡用自己做的 吃米飯或者是粥 或者是賣麵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樣態 來去做這樣的一個了解 好我想這樣子 政委員我願意這樣做一個 完整的一個檢視就是說 剛才講的這樣的小孩 我們學生過重的這個問題 全面的去檢討他的原因 那找出實際上發生的原因以後 對症下藥有一個完整的規劃 看看怎麼去做 從教育的部分應該怎麼做 家庭教育的部分怎麼做 營養午餐怎麼做 單獨就比較胖的這些小孩子 那您家庭的教育 他的飲食習慣的這些了解 我們也會去做注意 我們學校都有校復 我們是不是也請校復來跟他們做一下關心 做一下了解 透過導師 透過這些進一步的讓這個體重 如果BMI比較大的這些小孩 能夠有一些適當的這種學習 因為這個書記我們隨時都可以掌握到了好不好 那飲食習慣我們隨時都可以做一個比較好的規範 來調整的這樣可以嗎 可以 這樣才有真正照顧到我們這些 我們下一代的這些未來的主人 進攻 好不好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